看到十个晴天从农户手里收购滞销草莓就知道 种地吧从来都不是一档普通的真人秀 第二集开局董事们就来到丹东学习草莓种植技术 在专家的指导和自己的钻研下 播种的草莓长势喜人 根本不愁卖也不缺卖 然而在4月26号那天的打卡直播里 董事们却带着一车草莓框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大棚 他们是来收购草莓的 从普通农户手里收购草莓 而且收购的是最后一茶 或许只有搞种植的人才懂最后一茶背后的含义 最后一茶果 一般的这些草莓的这些种植草莓的农户 怎么说呢 有点不太好出手 然而之前和这边大棚有过合作 得知他们最后一茶草莓遭遇滞销 很可能砸手里 或者即便卖出去价钱也会被压制很低后 便和哥几个商量来收购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十个人欠了一屁股债 却赶在没有任何宣传 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来到西北大漠 拿着卖生菜和水稻种的钱 种下18万棵缩缩树苗 直到种完17万棵缩缩树 才想起来开直播 直播时没有刻意营销 也没有想要邀功 而是轻描淡写介绍这次的西北之旅 重点全部落在了宣传造林至沙上 目的只是为了动员广大观众加入其中 种树之余还不忘帮农户推销当地特色农产品 卖货时个个打了鸡血 家人们一秒卖出一万单是什么概念啊 要知道第一集歌几个返乡直播 由于没名气没人气 总共加起来也就几百个人观看 如今他们靠着踏踏实实种地 收获一大批观众和粉丝 却始终不忘初心 动员粉丝造林至沙 帮助大西北的特产走出家门 所谓的做大做强 从来都不只是局限于自身 十个晴天你们真的看得哈特软软 感谢观看